哈嘍大家好我是達爾 今天這部影片要來介紹 包含星球點道1.4上半版本 會推出的全新限定五星角色 鏡流 那鏡流這只角色的初登場 其實不在遊戲裡面 而是在1.0版本 景緣的 pv 動畫裡面 在動畫中我們看到鏡流墮入了魔音聲 並且跟他的徒弟 景緣展開了一場大戰 至於在遊戲裡面他的初登場 則是在燕青的同行任務里 他跟燕青鬥了幾招 也讓燕青學會了 鏡流劍術的一點皮毛 之後在逐線裡面就沒有怎麼再出現了 可以預計在1.4版本推出之後 會對他的故事再有更多的著夢 好那我們首先來了解鏡流的一些 基礎 技能 定位介紹 鏡流是冰屬性毀滅職業的角色 是第一個推出的限定冰屬性角色 但是是第三個推出的限定毀滅職業的角色 那毀滅職業在遊戲裡面的主要定位 大多都是打輸出的 這一點鏡流也不例外 那鏡流他自己最特色的一個玩法就是 他有穿上跟脫下 眼罩的兩種形態 這兩種不同的形態來自他的天賦效果 鏡流在脫下的形態能夠造成的傷害 會遠比他穿上的時候來的高 那鏡流他是如何決定自己是穿上還是脫下 眼罩的呢 鏡流初始的形態是穿上眼罩的 他在使用戰技終結技或者密技效果的時候 都會累積一個的點數 我們可以在鏡流投向框 左下角這邊看到他目前累積的點數數量 當這邊累積到兩點點數的時候 鏡流就會切換形態 變成脫下眼罩的形態 脫下眼罩之後可以讓鏡流立即行動 並且他也會得到額外的暴擊率提升 在脫下形態中 鏡流的戰技會有不一樣的效果 而且釋放戰技的時候 不再消耗戰技點 轉而消耗的是左下角的那個點數 再來就是鏡流在脫下形態的時候 攻擊會消耗友軍的生命值 這一點跟認很像 認消耗自己的生命值 鏡流則是消耗隊友的生命值 不過這些生命值也不是白消耗了 鏡流會根據消耗的生命值比例 在該回合內提高鏡流的攻擊 讓他能夠造成更多的傷害 好那簡單要解完鏡流的天賦之後 我們來看到鏡流的戰技 在穿上眼罩的形態 鏡流的戰技會消耗戰技點 攻擊敵人單體 並且給他累積一個天賦的層數 累積到兩層觸發天賦之後 鏡流會脫下眼罩 並且戰技的攻擊效果轉變成 攻擊敵人單體以及相贏的兩個目標的 擴散傷害 而且施放此技能的時候 不會消耗戰技點數 而是消耗他的天賦點數 對天賦點數為0的時候 他也會自己再把眼罩給穿回去 再來是鏡流的終結技 他終結技的效果基本上就跟他的強化戰技很像 會對敵方單體及兩側的敵人造成擴散傷害 然後跟戰技不一樣的是 終結技無論在何時釋放都會給他的天賦累積一個層數 但是終結技一般還是會建議在脫下眼罩的期間釋放 除了能夠吃到天賦本身帶來的攻擊加成以外 行機3的效果也能夠讓鏡流在脫眼罩的狀態下 提高他終結技造成的傷害 行機的另外兩個效果分別是脫眼罩狀態下 提高自己的效果抗性 以及在施放沒有強化的戰技之後 下一次的行動會提前10% 最後 鏡流密技的效果是能夠在自身的周圍 制造一片領域 碰到領域的敵軍會被凍結 而且在進入戰鬥的時候 鏡流就會獲得一層天賦的效果 以及少量的能量恢復 那鏡流的強度如何 當然還是要看他實際推出之後 給的數值怎麼樣 不過以我目前的理解會認為 鏡流他在有脫下眼罩的情況下 可以打出非常高的輸出 而且他不怎麼消耗戰績點 實戰中如果能夠快速 平凡的脫下鏡流的眼罩的話 就能夠有效的提升鏡流造成的傷害 所以可以預期 鏡流跟能夠拉條的布羅尼亞搭配的話 應該會有非常好的效果 另外因為戰績點消耗比較低 可能可以跟其他的主C 像是任一起搭配 接著我們看到這一期推出的 鏡流專屬光追 光追的效果能夠無條件提供 鏡流比較需要的暴擊傷害 以及在其他隊友受到攻擊 或者消耗生命值之後 獲得一個月時狀態 每層提高自己14%的傷害 點滿三層還可以使 裝備者的下一次攻擊 無視目標12%的防禦力 光追後半部分的52%增傷 再加上無視防禦力的效果非常強大 但觸發條件非常苛刻 基本上 要能夠比較穩定的 每一回合都吃滿 就只有鏡流在拿下眼罩之後才做得到 因為我們前面有說嘛 鏡流在拿下眼罩之後 每次攻擊要消耗 隊友的生命值來給自己增傷 配合這個專武的效果 能夠讓鏡流的傷害得到非常大的提升 也因此一般情況下會比較建議 在抽鏡流的同時 也可以考慮優先抽取他的光追 那如果你沒有抽鏡流的專武的話 可以考慮使用黑塔商店的光追 提供的攻擊加成 還有傷害提升效果 都是鏡流可以用到的 讓你的光追能提供暴力生命 但是傷害提升的效果 可能需要自身受擊 比較難觸發一點 或者克拉拉的光追 不過克拉拉光追那個持續到下回合的效果 有可能會被自己進到天賦狀態的拉條給吃到 不過也還好啊 因為進到天賦狀態以前 可能擊殺不太了敵人 四星光追則優先考慮使用阿蘭的光追 能穩定提升傷害 不過下面那段生命值百分比的效果 可能就比較難吃到 但不論怎麼選效果都跟專武有比較大的差距 儀器部分四件套推薦使用冰套 或者量子套 羊者之間的差距不大 泛用性而言可能獵人套更泛用 不過如果你有帶上佩拉或者敵人有量子弱點的情況 量子套無視防禦的收益則會更高 或者你要兩件冰再加兩件速度套也可以 兩件套則推薦優先使用翻新競技場 因為進流主要的輸出占比會是他的趁技 四條部分驅趕優先選擇爆傷 因為天賦已經有爆率了 退優先選擇速度 如果再搭配布羅尼亞的情況 速度能夠拉到比布羅尼亞快會更好 拉不到的話就選攻擊也可以 次元球冰屬性傷害連接神 攻擊或者能量恢復 副詞條爆傷爆率速度攻擊 最後聊一下 近流的一些可能的隊伍搭配 首先我們前面有說 因為他的天賦需要兩次戰機來觸發 所以能夠拉條的布羅尼亞 可能會是我覺得最適合近流的人選 再來就是因為近流隊伍會頻繁消耗生命 所以一個能補血的奶媽 可能會是更合適近流的搭配 那如果你要用浮旋也可以啊就是 可能如果打多波次 然後有他攻追效果會更好 最後一個位置則可以優先考慮搭配配拉 能夠給敵人減防 還有星魂降低敵人必屬性抗性的效果 其他你可以考慮使用的包括銀昂 可以給敵人上弱點 降防或者停雲 他加攻擊的效果 雖然因為近流的天賦沒有那麼顯著 但回能量的效果還是很好用的 另外就是近流跟刃 可能可以搭配到一起 主要是他們兩個都不太消耗戰績點 另外兩個位置可以優先考慮羅莎 因為他們都蠻需要回血的 最後一個位置布洛尼亞能不能進來 可能得看戰績點消耗的情況 雖然任跟近流都不怎麼消耗戰績點 但他們也不怎麼回戰績點 所以可能布洛尼亞戰績點吃比較兇的情況下 可以考慮換成佩拉 那這部影片就先簡單來玩 目前我對近流的一些理解 我會認為假如說你現在缺一個主要輸出的玩家的話 近流抽到之後能夠打出來的輸出 傷害絕對會是比較可觀的 不過前提就是你抽近流的同時 可能也得優先考慮 要不要把近流的光追也一起抽到 而且假如你沒有一些比較適配近流的輔助 像是布洛尼亞的拉條 近流的強度可能又會再打一點折 當然最後要不要抽一個角色 建議還是優先以自己對角色的喜愛程度來去做評斷 那這部影片就先要到這邊 看完喜歡的話 千萬不要忘記點贊訂閱我 我是打愛爾 我們下部影片見 大家拜拜